欢迎收看盘前板块分析 今天重点分析八个板块 其他的板块呢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再说啊 证券 家电 煤炭 白酒 电池 半导体 远建和创新药啊 首先来说券商 证券啊 这个证券呢 大家一直是比较关心的 大家注意啊 实际现在呢 它对昨天的上的主要是啥 业绩报嘛 那么说这种业绩报呢 还在扩散 嫉妒报啊 一颗线拔 大家看这个后一辆呢 没有前辆大 而且我们券商说这个地方是 这颗大阳线是启动 这个阳线的一半是启动位置啊 所以说呢 现在还在延续着这种反弹的这种趋势 我在这地方判断 我说券商大概率是见底了 现在我一言为识的这种判断 券商这个板块呢 应该是不错的 但它长得不一定有太有劲啊 因为板块的内部呢 我翻看了一下 大部分形态还可以 只不过呢 就是说有的还需要一定的修复 所以说它应该是一种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种走势啊 大阳线之后呢 这样的板块通常呢会有震荡 大家注意小周期的节奏的把握几个 另外呢 大家从周线角度看一看啊 周线呢 并没有明显的出现方量 所以说券商这地方出现大行情的概率不大 只能说它见底了 但它能涨得多快 这个事儿还现在还得不到印证 第二个呢就是家电板块 实际家电板块呢也是 这个业绩暴 季度暴 催到了家电啊 家电所以说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样子 大家记得吗 家电我是这么说 我说家电这个呢算B 这个地方算横盘之后的走势 但大家可以看看 卷家电板块指数的走势 实际它是往下看的 重心是下移的 那这个呢 行业指数这个呢 它是先盘整向上走 但是这个后量稍稍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认为呢 还有继续向上冲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啊 家电内部的板块呢 我也看了一些啊 分化呢 也是比较严重的 高低都有 有的呢 长得很高 有中间的 低位的 所以说这个 更多的是各股机会的把握 而不是说这个指数 我个人意见 我们来说说煤炭啊 煤炭呢 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低位呢 出现一个稍稍放了点量的 这样的一个阳线 判断呢 小周期的反弹还是有 但这种东西 修复好了 真正进入到多头 市场之后 我喜欢操作那样的表例 你比如说 你家煤炭 大前年的时候 在这儿 这是多头走势 这个地方走势 也是勉强 到这个地方之后 就没什么太大意思 不痛快走 我们再来看一看白酒 白酒 大家注意啊 下跌反弹 再下跌之后 很显然是一个 出现一个散浪下跌 或者是ABC浪下跌之后呢 低位并没有完全 起稳的态势 还不能断定啊 小周期先看一下 三十分走势 只是三十分钟 一个横盘 大家会 并没有明显的电话 所以说这个白酒板块 还是要等啊 那么我们看 上阵五零呢 昨天走的比较强 但是走的比较强呢 实际上啥走的强啊 银行走的强 券商走的强 另外保险走的强 导致了上阵五零的走势 另外部分的白酒呢 也是可以的 结果助推了一下 上阵五零 但是上阵五零呢 整体上面临着 上方的压力了 好像是啊 还是 现在还定一位反弹 只能定一位反弹 上阵五零啊 但它位置比较 电池呢 这是一个老赛道 这个老赛道 最近走的都比较弱 你看那个 创业完五零指数 走的非常弱 你看这个地方底部呢 它有些放量 我们希望它助底成功吧 还是一个助底的 这样的一种形态 小周期上 可以耐心一点 但是我一贯不太 主张大家做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品种不快 不痛快走势 是吧 这个半导体呢 大家是比较关心的啊 这个下海线那个位置呢 我们差零点七 没吸到它 但这个位置的走势呢 我认为是挺纠结的 也就是半导体 从大方向上 还缺一个上涨了 就再有一个上涨之后 我们才能判断 这一波上涨的 这一波上涨是否结束 如果从长周期来看 它还远着呢 它只是一个 我说过多次了 我说这个半导体 是上升初期的初期 我是这么判定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从大的战略的角度上看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 多头整理走势 什么问题也没有啊 如果你的成本低 能抗得住这种震荡 那你就耐心一点就好了 如果说你小周期的交易上呢 我感觉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震荡之后 才能再次从事升势 如果再回撤几天之后呢 如果是横盘震荡几天 或者回撤几天 我因为倒是可以看一看的 小周期啊 我们看一看这个远见啊 这个远见呢 提到远见 它是包括一些什么 算力啊 菜的GPT啊 人工智能啊 数字经济啊 是包罗万象的 一个行业板块啊 明显走的比较弱 多头回落整理 这种整理呢 还没有结束 但是昨天晚上 它有点利好啊 科技部又发了 关于算力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利好啊 能不能再差点刺激 实际上今天出现一个 冲呢 因为毕竟这里面资金 挺多的啊 这一点要注意 但是我们也只能按照 卖冲市的机会去考虑 这地方直接就从事升势的 概率不大 这地方要经过呢 它跟半岛底的走势不一样啊 它经过了这么几大波的上涨之后呢 我判断应该迎来 中期的调整 之后才能产生比较大的机会 甚至可以说是二季度走完之后 可能是会明朗一些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创新药啊 创新药呢 跟生物之药基本都相同 还有有些医药 还有医疗啊 医疗的走得相对弱 我认为呢 创新药 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 只不过呢 它刚刚处于这种 底部盘长的走势 后面如果出现回撤 那也是比较好的机会啊 相反呢 如果要继续在这儿 你耐心一点也是可以的 你要如果是说你没有耐心呢 找个机会呢 测一测 做做减法也不是不可以啊 但大家注意 它回撤 是比较大的概率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呢 直接上冲 直接就上罚 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 应该回撤 或者整顾之后再上工 这样是比较健康的 时间关系 这个绑块分析 我们不能分析的过多啊 好在呢 直播的时间很长 我们会一一解读啊 10点10分 来我的直播间 10点10分